大家好,我是刘永行 本次演讲的主题是 分析比较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婚嫁与女子职业和金锁记 这三部作品所体现的家庭观的差异 本次演讲将从家庭结构和个人与家庭的关系 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里的家庭结构 包含了一对年迈的老夫妇 和他们儿子长大之后组建的小家 在这个家庭里 老夫妇在供养儿子的时候几乎付出了一切 但儿子长大后却写信回家说 要带着自己的小家和父母脱离家庭关系 拒绝赡养父母 冰心通过描述老夫妇的可怜遭遇 批判这种过度以孩子为中心 而舍弃父母幸福的家庭结构 选择了年轻一代自私自利 放弃赡养父母的家庭观念 与上一部作品不同 婚嫁与女子职业更多的关注女性的婚嫁 但是不可否认婚姻也是家庭结构的一部分 大部分家庭都是通过婚姻关系组建起来的 林与唐在作品中写道 女性和建立和谐家庭所需要的品质匹配 称女人之家多半与材调相称的 间接鼓励女性参与家庭 在作者的家庭观里 女性所拥有的母亲的品质 对于孩子以及整个家庭结构来说 都是十分宝贵的 与前两部作品相比 比经所记所描述的旧式大家庭的结构 比上述两部作品更为复杂 纵品里提到的旧式大家庭的结构 里有江家老太太 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三个少爷各有妻子 家庭里的辈分和出身 把成人的地位区分开来 老太太还在世的时候 家庭里的成员对老太太是毕恭毕敬 作品里也有戴真七巧蓝仙等人 去给老太太请安 包核桃的场景 可见其家庭地位 而七巧因为普通的出身 在大家庭里得不到尊重 这种家庭成员地位 天差地别的封建制度家庭观 正是张爱玲所要批判的 关于个人与家庭的关系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所展现的是 无论这个家庭中的孩子如何长大 他始终是这个家庭的意愿 作品的结尾处 这时的天色渐渐发黑 一片一鸦的声音 绕着停数 正是那小鸦闲着食物 回来捕他的老鸦呢 冰心通过描写小乌鸦长大了 也不忘记老乌鸦的场景 与作品中儿子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做法 做对比 批判作品中儿子 如奥恩负义 不承担赡养父母义务的家庭观 与冰心诉说青年女家庭的关系不同 林语堂表现的是 女性与家庭相辅相成 共同进步的家庭观 作品里作者默认贤惠的女性 都是愿意为家庭做贡献 承担一部分家务 促进家庭进步的家庭观 作者还提到 家庭有利于女性的成长 作者认为男性可以养活家庭 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这样女性就可以自由研究 何以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作者列举了李清照出嫁后写出好词 以及罗素夫人提出的 养过孩子的女性 相比没养过孩子的女性 更适合当教师的观点 作为例子 王燕在研究中认为 林与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女性 找到了一个她们生存的天地 家庭 在家庭中 女性可以不受社会边缘化的伤害 从而更好地实现她们的价值 而张爱玲所表现的家庭观是 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破坏 与支配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 作品里七巧把自己的不如意 转移到女儿长安的身上 七巧想与江家大房和三房的儿女比赛 于是送长安进了中学 却在长安弄丢了被褥整套的一些小东西以后 不顾及她的感受 要去学校找校长大闹一场 导致长安退学 并走向堕落 对于儿子长白 七巧也因为自己的占有欲 想把长白困在自己身边 便教唆她抽鸦片并用讽刺挖苦的手段 害死她的两妻子 这种个人主义显然是作者反对的 健康和个人 健康的个人与家庭关系应该是相互扶持 而不是对亲人的自私自利 总结一下 冰心反对过度以孩子为中心 鼓励每个家庭成员承担各自责任的家庭观 林语堂鼓励女性参与家庭 呼吁女性和家庭共同成长 张爱玲谴责封建家庭制度结构 与个人主义的家庭观 启发着一代又一代人 虽然这些观念差异很大 但他们值得不同年代的读者 反复思考学习其中的精华 这是我的参考文献 谢谢大家 我的演讲结束了